這節目是不可以送給你的支持者的贊助 天氣好好可以看到文化大學 文化大學的同學找到少 還有跟現在在電腦上同學找到少 有電腦在那裡 大家好 我是 小葛珠 今天是什麼系列 今天是日本留學系列 就職系列 是很多同學他們去了日本之後 都會來問工作簽證的問題 那工作簽證的話 基本上你除了工作簽證拿到一陣子之後 你就會來問下一個問題 他們要申請永住 對 就是要申請那種 他有分兩個 永住跟規劃 你覺得永住就是可以在那邊 一直在日本 跟規劃成日本 這兩個哪個比較快 永住 規劃 當日本人比較快 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很荒謬對嗎 一般理解不是說 你會當外國人比較慢嗎 你真的要申請美國護照 跟你比較久 你申請綠塔可能就比較快 但是日本不一樣 日本就是說 你申請成日本人 比較快 可是我們今天不談規劃的部分 就是你要當日本人比較 先不談這個部分 我們今天要聊的是 永住 那一般來說啊 如果你現在在日本工作 工作了好多年 然後你要申請永住了 有一些同學剛去日本 現在正在工作 已經開始在計劃說 他想要申請永住 他們就要來問一個什麼東西 高度專門人才 對 高度專門人才 然後高度專門人才很有趣喔 你只要超過80分 就是屬於高度專門人才 可是這個重點 不是這80分 嘿嘿 你一定覺得80分很重要 對不對 是隨便寫都有80分 這不是重點啦 為什麼 等一下會講 好 高度專門人才分哪三種 高度學術研究分野 這根本沒有關係 我不是學術人士 高度專門技術分野 還有呢 高度經營管理分野 有沒有發現 它其實就是學術簽證 還有寄人國的寄 還有那個經營管理 對 就這三種 那至於為什麼要加高度兩個字呢 就是說 你的整體跟其他人相比較 你的分數是高的 比如說什麼可以加分呢 博士可以加幾分 博士加30分 如果碩士加幾分 20分 如果有碩士就博士的 30分 30分 對不起 我看成這個 然後呢 可是重點來了 大學畢業可以加幾分 10分 如果有負數的 可能又有博士又有碩士的話 可以再加幾分 再加5分 也就是說 假設我現在是有博士的話 不是負數的 負數分野 假如說我有雙碩士學位 雙學位就對了 所以雙學位 那可能20分再加5分 就25分了 然後再來是工作經歷 這個做10年加幾分 20分 做3年加幾分 5分 所以 他在做在日本要工作幾年 才有辦法加到這個分數 工作3年 對啊 3年以上才有加分 那如果3年加呢 對 沒有這個 沒有加這個分 他這個就是加分制 就看你加幾分加幾分 再來是年收 年收 假設你29歲 然後年收400萬加幾分 加4分 如果你29歲年收1000萬之幣 不會啊 又沒有很多 只要幾分 40分 非常好 最多加幾分 最多加40分 最少加幾分 10分 這就是bug 等一下會跟大家說這個 高度專門聯想同學 現在看到一半就想說 我都會啊 這個我都知道 不用你說 重點不是這個 只有這一張紙上面會有寫 這個bug 等一下會講 好再來看看 這個還有什麼什麼 你有沒有得過什麼獎 你有沒有得過什麼獎 沒有 有有 發表過論文嗎 得獎就不在這裡了 有得獎嗎 沒有 有發表過日本 在日本的那個重大期刊 發表重大論文 沒有 那女兒沒有加分 沒有 你有N1嗎 也有 有N1加15分 這還很高 你有在日本讀書嗎 沒有 如果在日本的大學畢業可以加幾分 日本的大學畢業可以加10分 對 那會不會這樣子有人加價 看光這個什麼 投資也就是那種 金融投資業 它都可以加幾分 加10分 對 好偏心喔 如果你是去做 欸 可是它都是大型公司的 然後同學就會說 欸 這樣其實我加一加是有80分的 那合格幾分 70 對 我們 可是它要申請的話要80分 那重點來囉 其實你覺得這整張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嗎 你這樣湊其實很難湊 對 因為你大學畢業家N1 其實就只有 那有一些同學一定有80分的嘛 這個問題就來了 因為我們最近偶爾會遇到有那種就是 老實說有80分我們可以申請嘛 你有沒有發現我都會跟他講一句話 年收有沒有超過300萬 也沒有300萬是不可以申請的 所以有些同學啊 有一些你只能看一些YouTuber啊 在那邊整天說什麼高度人才什麼 然後不然就是說他永住申請很久 你知道為什麼不行嗎 年收不過 他的年收都沒有超過300萬 300萬其實很低耶 300萬 300萬月薪的話一個月大概有25 25以上 25很低啊 25你一年250 200 就300啦 而且台灣學生很喜歡問什麼 問什麼 他們常常每次一開始工作 就會問怎麼 不是嗎 然後問這個要不要繳 那個要不要繳 我不想繳這個 不想繳那個 然後你們就看網路上很多那種莫名其妙的 嗯 跟你說不用繳 人家是要先繳 然後再去退錢 對 你不可以不繳 你不可以不繳錢 會被抓 不會被抓 但是你為什麼會申請不下來 很簡單 你看沒繳稅啊 因為他這邊 這種不管是永住 不管是不是高度人才 他們在做審核的時候 他會查你的 逃落稅紀錄 哦 入管局上面就有寫 這是第一個 就是你不可以有逃落稅紀錄 跟犯罪紀錄 然後再來就是 你年薪要創作300萬 所以有一些同學在那邊 可能薪水沒有那麼高的時候 你真的要考慮一下 換工作這件事 不然你的那個 永住是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達成你的想法 跟夢想這樣子 即便你真的有80分 那也只是代表你有80分而已 但你還是沒有申請資格 像譬如說 我阿倫會在你教 我年收超過1000萬紙幣 我加幾分 40 然後我大學有沒有畢業 有 我有沒有做10 有 那我就已經加20分了 哦 60分了 60分了 然後這個 這個60分我沒有恩賀 有 幾分了 75分 隨便再抽一個5分 就過了 隨便抽一個5分啊 這個工作實力就 加上去 就手都3分5分 對啊 就手都5分了 隨便抽到8分 所以 真正加分的 就是你的年收 所以如果年收太低的話 可能要思考很小 那我看一般來說 如果你今天20幾歲 在日本領 假設你領 目前領 是六七百萬年薪的部分 六七百萬日幣是很正常的薪水 請相信我 它是一個很正常的薪水 因為有一些同學去那邊做 可能他當初簽的工作條件是不好的 哦 所以他是那種什麼 18、9萬人在做 然後扣完薪水又低就算了 然後還18、9萬 天啊 然後跑來問我說 老師可不可以申請高度專門登場 可以是可以 但你年薪是不夠 所以 如果你有打算在日本永住的話 工作一定要盛取 你薪水太低是申請不下來 真的 然後只有這一張紙 這是那個什麼 錄板局下載的 只有這一張紙的 這個地方有寫要300萬以上 不然你是不符合高度專門人才 所以 同學們不要想說 我有高度專門人才 然後 年薪不夠可不可以不行 那第一個 年薪有一個基準點 還有一些 如果你是研究的話 你還要有一些研究實際 基本上這種高度人才 什麼人最容易拿到 剛在日本念完碩士 是不是有碩士 碩士 假設你現在是在日本念碩士人 然後那邊碩士畢業 第一個 有沒有碩士畢業 有 加幾分 20 20分 有沒有工作經驗 有 有 假設工作 沒有 假設都沒有工作經驗 剛畢業沒有 剛畢業沒有 0分 然後呢 有沒有年收 假設他的年收是有超過這個 這個 400萬 加幾分 4分 這樣是幾分 30分 那有沒有大學畢業 有 有沒有這個 碩士就20加10 再加上年齡 年齡也有加分 年齡有 29歲下加幾分 15分 所以20加10加15 45 45分 有沒有N1 有 60 然後有沒有大學畢業 有 70 直接符合標準 那有沒有發表論文 一定有啊 你碩士一定要發表論文 所以基本上如果在日本念 正規的碩士啊 我講這個 就是正規的話 你基本上會拖80 嗯 但為什麼這些人都申請不下 因為他沒有工作經驗 啊齁 是不是 他沒有工作啊 也沒有工作記錄啊 也沒有300萬 就沒有符合第一個標準 對 可是他如果今天念完碩士 已經 基本都已經基本盤 不算年薪 他都已經符合80的 一定有嘛 你看算都差不多有 可是呢 他第一份工作 早是低於300萬 那就沒錢 那就沒有了 第二年也會沒有 嗯 所以重點就是說 你申請的時候 年薪是最重要的 這個還蠻常見 你知道在那邊讀碩士 基本都很容易申請你 所以像同學的話 你要第一個 是不是先注意你年薪的部分 沒錯 不是啦 就這樣子 你就開始算 你這樣一直算一直算 然後人家跟你說 80分多重要 他都沒有跟你講這反應 要年薪 算半天有用 沒有用 我個人是覺得沒有用 因為沒有錯300 然後跟同學說 年薪要超過300 他就會 蛤 300很多 我心裡想 正常咧 低心的 這不是 低心 不算高啦 我真心不算高 所以有一些人在說 他在日本賺了200多萬 他的薪水多好 我心裡就這樣 望著天 望著地 望著陽明山 望著陽明山 我們老天 我們真的不是 每天都可以看到陽明山 就是天氣好好 可以看到文化大學 文化大學的同學 抓到少 還有跟現在在飛機上 同學抓到少 欸有飛機 對不起 所以高度專門人才 重點就是你收 好不要想說 你硕士畢業有80分 重點就是他300 對 這300萬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 做了可以當機場用 就是你真正的申請表 給你聽說比較少 其他是沒有 是的 好的我們就要注意喔 好啦我們每次結束都要跟大家說什麼 請大家訂閱 按讚小鈴鐺 訂閱按讚小鈴鐺 複形下低了 84分以上 80分以上 年薪300萬以上 300萬以上 我們再來啦 沒錯 最後我們跟大家說 掰掰 掰掰 Project poetry viver 如果 有 能語言 hasta